崔文子制药大师 王子乔高徒 神话中九仙滇一 好了 正文开始 崔文子是泰山俊人 他曾向王子乔学习仙道 王子乔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寒蝉 拿了药给文子 文子十分惊奇 便拿起长歌向寒蝉刺去 把他刺中了 那药就掉了下来 文子低头看那寒蝉 竟是王子乔的尸体 于是把他放在屋子里 用破竹框盖好 过了一会儿 尸体变成了一只大鸟 文子打开竹框去看他 大鸟竟扑打着翅膀飞走了